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要前往海拔1200公尺左右的佐武山農場 是不是太長了 我們開始看到咖啡樹啦 大家好 我是金多多 我們今天受到棒咖啡的邀請來到佐武山咖啡農場 我一定都很喜歡喝咖啡 然後我實際上看到的咖啡道 好開心喔 它好漂亮 而且這邊是海拔1200公尺 這很難得耶 聽說咖啡在不一樣的氣候會有不一樣的風味 所以我很期待今天的咖啡體驗 那跟老闆見面一下 老闆你好 嗨 多多你好 大家好 我是佐武山咖啡農場取定業 歡迎大家來我們佐武山咖啡農場 那老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呢 待會的話會帶你到上面去做採咖啡豆的體驗 就是我們咖啡豆要怎麼去做採摘 對 那採摘的過程會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全台灣的咖啡 它採收都是用手工的 所以要一顆一顆採 沒有辦法像國外就是它可以用機器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要帶著我們的這個 採下來的豆子的豆欄 然後等一下就去採咖啡豆 那我們需要的是 對 兩隻手 對 還有你的眼睛 對 還有你的眼睛 喔 還有你的眼睛 一 二 好 然後這個是比較特殊特別的品種 可以多多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紫葉品種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嫩葉就呈現了這個紫紅色 對 對 對 就跟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綠色的顏色完全不一樣 紫葉突變種 它一樣是SL34的品種 然後突變成紫葉的這個顏色 對 所以它的風味上就是會有因為它突變之後 而特別的風味的顯現 對對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特別的特殊的品種 我帶你來看一下 對 就是這個 黃色的 哇 比較不一樣耶 對 而且看起來比較有一點大 對 然後你看喔 它這個黃色它是已經成熟了 喔 這是從熟的 不是紅色的 對 它綠色的時候 它就是還沒有熟 但是它熟了之後它就是黃色的 這個就是黃波旁的品種 現在品種最夯的就是Gesha Gesha 對 那個也是很高級的品種 對 那我們這一區就是用架接 底下是Tipica 上面是接 Gesha 讓它去長 因為我們從種子種到那麼高 可以採最快要五年 然後你可以到這麼高的 大概要十年 所以我們用接的 大概花兩年就可以這麼高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一株 這麼高有沒有 你看現在我手都勾不到 對對對 它可以長到大概兩層樓高 它可以長到大概兩層樓高 這個也不簡單耶 對 不只是給水啊 陽光不是這樣 對 還要修剪 然而即便擁有良好的咖啡豆 也需要有相對應的通路 才能使在地產業得到發展 本次合作的不王咖啡就是秉持著 精品咖啡普及化的使命 保證烘焙24小時內出貨 讓新手能輕易地探索 也讓大眾能更了解 台灣的精品咖啡 我們聽說這次跟不王咖啡合作 那有什麼特別的部分嗎 他們這一次批刺的處理法 它是用高溫然後驗氧去做發酵 所以它是高溫驗氧日散 那出來就是風味會比較特殊一點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想要的 比如說時間啊 溫度啊 然後這個想法不一樣 獨家的客製批刺 對 我們是不是到可以採咖啡的地方了 對 因為比較漂亮的在上面 好 那我們可以去找一下 還好 要邊走然後邊講 還要調整你的風險 船 開始可以採咖啡了 那我先稍微解說一下 就是我們要採咖啡的話 就是要採像這個 這個像紅豆的顏色有沒有 然後你如果看到像這一顆 比較不紅的 它還不夠 然後這個大概只有五分熟 那這個就是給你裝熟 它大概只有八分 對對對 重熟的東西就很容易 對 對 看起來很好吃可以吃 對對對 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吃看看啊 對 可以可以吃到 對對對 這沒有碰濃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它裡面是甜的 你可以吃一下裡面的滋味 對很豐富 對 人家老闆一下子就 甜不甜 甜 嗯 然後會有蔗糖的風味 對 對 好神奇喔咖啡吃的時候是甜的 可是泡的時候是苦的 對 沒有那個苦的都是烘焙造成的 蛤 有甜甜的味道 好甜喔 嗯 老闆這個咖啡都是一年都有嗎 我們一年只有採一次 那這一次大概會有半年的時間 它就是像你看這個樹上還有綠色的有沒有 我們就是紅色的先採 然後等後面綠色的再採 所以它會分好幾次 那每一個品種都採的時間不一樣嗎 不一樣 因為品種它不同的品種開花的時間不一樣 所以它到最後成熟時間不一樣 採收的時間也不一樣 對對對 因為剛剛說 我碰你一秒 對 那怎麼處理那些蟲 喔對 你這邊會看到就是我們都會有 釣這種 喔喔好瘦的 就是在補蟲的 就是它裡面會有一個這個蟻蟲 它飛進來墜了掉下來 它就在裡面 喔喔 對 所以我們這邊就基本上 就是用這種自然的防治方式去 去抓這些害蟲 哇我們採肚子也差不多了 對 可是很多人是不是還以為這樣採肚子 然後馬上可以泡咖啡這樣 對 其實這個我們回去之後還是要經過後製的處理 那就是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後製處理方式 我待會就跟你介紹一下 哇我們也可以看到 對對對對對 那我們做一下 好走 韓國人很喜歡喝咖啡 喔對對對 可是國中是進口的 在國內沒辦法 種 對種種 因為太冷咖啡種不起來 對啊 所以我這個新聞是好幾年前看的 可是還在開放中 你說韓國種 咖啡種 喔 這味道品是沒有吃的 我來跟你介紹一下 現在賽場在賽的這些豆子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的部分 這是白白的 對 這個是水洗的咖啡豆 那這個水洗咖啡豆 你看它白白其實它是還沒有脫乾的 喔 對那在還沒脫乾之前呢 就像你手上拿這個紅色的咖啡 我們要先把這個果皮 藉由機器去把皮 裹下來 剛剛你吃咖啡是有吃到一層 那個甜甜的 對對對 對那就是我們的果膠層 那我們最主要發酵就是要把 附著在這個外面有一層 這個甜甜的這個果膠 藉由發酵把它分解掉 然後後面我們再用水 去大量的水去把它洗乾淨 洗完就會像這樣 你現在摸它其實 是完全是光滑的 對對對 對然後 沒有任何果膠在上面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要在太陽底下去把它曬乾淨 對 那這個曬完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去做脫殼的動作 脫殼就是要用雞雞去脫殼 所以才能取得裡面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咖啡豆 我們再來看這個日曬的處理方法 我們水洗就是去皮 然後把果膠分解掉 密處理是去皮 果膠留著 然後帶著那個果膠跟糖分去曬 日曬它就是帶著這整顆的咖啡 紅色的有沒有 果皮一直曬 曬到乾就變成這樣 那一樣就是這個曬乾之後 我們要用那個 脫殼雞 對 它裡面一樣有兩顆咖啡豆在裡面 這個就是特殊處理方 喔 好鬆喔 這是可以吃的 哇 豆子完美 很完美 這個 果然是精品咖啡 很漂亮 可以有部分 沒有破掉 沒有破掉 看看 哇 好脫喔 你剛咬那個聲音咬大聲喔 哇 這個香味 超好吃 其實這個聞起來就會 跟一般水法會有一些差別 沒想到為了喝一杯咖啡 要透過這麼多過程 對啊 那都不簡單 需要很多時間和努力 嗯 可是我們找到了更好的方法 現在布王咖啡線上舉辦一個 台灣咖啡豆主題館 然後它跟佐武山咖啡農場 配合了一個三件組合包的豆子 然後還有獨家批刺的豆子 那歡迎到他們的網站上選購 我們也會把這些資訊 放在我們的資訊欄裡面 旗艦是2022年3月9號到31號 不要錯過這個 我們一起支持台灣的農產業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 喜歡看我們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謝謝大家 掰掰